缺水有解了吗 今年入春以来至今 结构较完整的一锅封面 即将要报到了 加上西南风够强 气象局预测今天越晚 水气会越多 尤其是明天 西半部雨区的模拟图 呈现紫红色一片 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 还有雷雨等 气象专家无剩余也预估 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可能在较强的西南风作用之下 会有更明显的累积雨量 另外也有其他 民间气象团队提醒 20号西半部局部地区 可能会因雨势过大 有积水或是淹水 也要请民众留意 排水系统是否通场 一早出门依照高温炎热 不过接下来封面报道要变天了 气象局预估这部封面 是今年入春以来至今 结构较完整的一波 加上西南风够强 可能会带来不少的雨量 可能会有一些瞬间大雨 雷急以及强震风出现 而整个降雨最明显的时候 会落在明天这段时间 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还有东北部地区 会有些局部性大雨 甚至是短延时豪雨 发生的一个几率 现象局长这明点 19号清晨已经观察到 绕地形而过的气流 因为高压回流相对稳定 因此绕台湾地形 北上的特征明显 连带影响对流回波的结构 清晨雨区绕了台湾 北部地形而过 而民间团队 台湾台风论坛也发文 标题写下 斩台刀刨线夜袭 不讲武德指出 他们观察到的 这条刨线发展的相当好 而刨线常常伴随 强阵风 短时强降雨和雷急 沿海地区首当其冲 要特别留意 不过重头戏是 周三晚间到周四 一整天 整个西半部都要注意 那因为西南风 比较强的关系 所以可能山区 出现豪雨的机会 又比平地要来的 稍微大一点 尤其是在中部的 这个台中南投的山区 那另外一个就是 在高雄屏洞的山区 还有民间团队观其上 看天气以欧洲模式 降雨预测提醒 20号西半部 逐步地区 可能会因为雨势 过大而积淹水 这样的降雨强度 也可能会为 农作物带来损坏 目前观察到的这波 纯雨强度算是少见 看来跟美雨封面 过近时的降雨有得拼 但实际降雨的状况 是否能为 中南部缺水情况稍稍解渴 还要再持续观察 记者中的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